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时间 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Proton Saga MC3 正在开发中 国民轿车货继续翻售到 2026 年 最近我们听说 Proton Saga MC3 正在开发中 这意识着这款在 2016 年的 已经在发布的国民轿车还会继续翻售 不过确认的是 这款外观的设计会进行大幅度的改装 同时为了符合本地的市场要求 很多东西都会进行升级 最近我们获得的消息指出 原厂正在开发的这款车的 MC3 车型 预计会在 2024 年年尾 或者 2025 年看到 符合三年小改款的策略 不过目前详细的改进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相信在外观部分的改进 会比起初版的 Saga 第三代 和 MC1 MC2 的改建更大 除此之外配置部分预计也会增加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另外原厂预计也会针对这款车的 1.3L Cam Pro Engine 进行加强 因此 Saga 目前也是该品牌出口的主要车型 但是随着国际市场的排放法会越来越取景 因此 Saga MC4 也会升级到 Euro 4 排放标准 另外 Saga MC3 的生产基地估计也会 从 Shark Alarm 搬迁到 Tanjong Marim 啦 因为在 Exora 等车型陆陆续续的停产过后 Shark Alarm 的车厂就剩下 Saga 一款车型啦 搬迁至 Tanjong Marim 过后呢 可以让原厂的资源更加集中 所以之前我们说过啊 这款 2026 年的 Saga 和 Persona 将会合并成一款车型啦 所以以后就没有 Saga 没有 Persona 了 只有一款车吧 然后持续升级的这个情理当中 我们会相信很快就看到这个 MC3 的间谍照了 问题是这款新车带来我们马来西亚市场呢 你们会觉得会有什么惊喜呢 第二则新闻 日本的媒体报导啊 这辆 Toyota RAV4 大改款预计将用这个 1.5L 的 Turbo HEV 系统 听到这里或许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啊 上次我们有讲过这辆 Toyota Prius 它会采用一粒新的引擎嘛 PS EV 再加 Turbo 所以这粒引擎呢它又环保又有力 期待一下 这次的 Toyota 可谓是下了一盘大吉啦 直接将这粒 1.5L 的 Turbo 还有它的 Hybrid 引擎技术呢结合 要知道 RAV4 一向来呢都是出名耐操可靠啦 但随着环保法规的越来越够力呢 这款男女老少都喜欢的车型呢 不得不走上环保节能的道路啊 不过 Toyota 显然不愿意牺牲性男来换取它的环保 在外观方面啊 听讲这次的大改款啊 会继续使用这个强化的 RAV4 的强浪风格 但在细节上面呢会比较精致一点啊 前眼的设计会更加的立体 再配合上它的锐利的 LED 大等 整个车头看起来就更有未来感 然后它的车尾部分呢会采用更简洁的线条设计 让整辆车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更加有利 来到它的内饰方面呢 Toyota 不会掉以轻心啦 为了配合这套先进的动力系统啊 预计 RAV4 的内饰会采用更高级更 premium 的 material 配合最新的多媒体系统还有驾驶辅助技术啊 全面升级那个车内的技术感还有舒适度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这辆车呢会全副武装啦 RAV4 不仅仅是一台SUV 会更像是一辆时尚的这个科技先锋 不过虽然这里1.5L Turbo HV 系统 看上去呢就十分的诱人 但是它真正面试之前啊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颗冷静的行 毕竟纸上谈兵谁都会啦 实际表现才是黄道 但是凭借Toyota 一贯的技术实力啦 相信这次的RAV4 大改款绝不会让我们失望 第三则行丸 2024年的Mercedes-Benz E-Class 即将要发布了 预计售价40万取跳 根据之前我们获得的消息啊 全新一代的Mercedes-Benz E-Class 即将在马来西亚上市 这次全新一代的E-Class 不仅在外观和内饰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还会在它的动力系统 还有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面 进行重大的改装 2024款的E-Class呢 采用了全新的Design Language 前脸设计更加雷利 同时 奔驰经典的 那个站在前面Bornet的那个 logo 会保留到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至于车身线条更加流畅 搭配新的设计的LED大灯和尾灯 整辆车看起来就更加动感还有更加优雅啦 所以进入车里面呢 2024款的这个E-Class的内饰设计呢 延续了Mercedes-Benz的一贯的这个豪华的风格啦 中控台配置了12.3寸的这个screen 支持最新的 MBUX 能系统 仪表盘和中控的这个screen呢 无缝连接 提供了更加好的这个视觉体验 那在动力方面呢 就是这款2020年的E-Class呢 有两个variant 然后这两个variant多少匹马力 多少牛米呢 你们自己看啦 新车配备了最新一代的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自动巡航啊 车道便宜辅助啊 自动紧急刹车这些盲点侦测什么鬼都有啊 此外新车还配备了增强10线导航系统 就是很3D的它的navigation 通过前面的车枪头呢 会捕捉道路的这个信息 并且在中控的屏幕上面呢 会给你看它的这个导航指示 然后你整个驾驶呢 就更加的3D 然后更加的安全啦 那听讲这款2024年的E-Class呢 已经开始接受boking了啦 它的预计售价从40万起跳 Mercedes-Man Malaysia计划在今年 就来要发布这一款车了 并希望通过全新的设计 还有丰富的配置呢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新款的E-Class在马来西亚市场 和其他豪华品牌呢 展开激烈的斗争了 凭借着它的设计 技术还有舒适方面的优势 预计会成为市场中的重要的角色 那第四则行为呢 Xpeng G6呢 正式登陆马来西亚 它的智能辅助功能 再加它的最大570公里的续航呢 本地售价165,000起跳 最近啊 Bermas Xpeng 沈亚伯汉呢 作为马来西亚独家代理的 这个Xpeng 品牌呢 正式在马来西亚推出首款车型 Xpeng G6 Ultra Smart Coupe SUV Xpeng G6是首款基于 Xpeng 全新的 SPA 2.0 平台打造的车型 这一个平台集成了先进的技术架构 为未来的Xpeng 车型做了很好的基础 得益于800伏高压架构 G6不仅在研发效率和成本优化上的表现出色 更在舒适性和娱乐性方面 为用户带来了卓越的体验 那Xpeng G6就提供了两个版本 分别是580 Pro 还有755 Pro 580 Pro 配置66kW的这个电池 最大的续航里程啊 可以达到435公里 马力为255 HP 扭力440牛米 最高身速是200kmhz 然后0-100kmhz 只要你的6.6秒 而这个755 Pro 就是用87.5kW的电池 最大续航会达到570公里 马力282 然后它的扭力440 0-100kmhz加速6.2秒 为了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 G6还搭载了先进的这个充电技术 580 Pro 支持最高215kW的DC Fast Charge 而它的755 Pro 则是 support它的280kW的DC Fast Charge 通过它这个DC Fast Charge 车辆可以在20分钟里面从10%冲到80% 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Xpeng G6 不仅在性能上表现有益 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还有安全功能也是同样值得称到 车辆配置7个 airbag 还有电子儿童锁 并配备Xpeng 2.5 驾驶辅助系统 整个系统就给你了很多这种高科技的雷达 还有超声波雷达 360 摄像头 这些全部都是由这个 NVIDIA 叫ALL IN X 芯片提供的 在它的仪表盘上面显示 车辆 360 的环境为这个 Driver 提供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除此之外 DRIVER 可以通过这个 Xpeng 手机应用程序 启动这个自动停车的功能 可以走出来又可以退回去的这个功能 这功能让 G6 不仅在城市驾驶中更加的方便 也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提供了更高的安全保障 Xpeng G6 采用了全新的科技流体美学的设计理念 短前后悬吊的设计 低重心结构不仅提升了车辆的操控性 还增强了车辆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在它的内饰方面 G6 采用了生命之环的设计理念 提供宽敞舒适的座舱空间 车内的 Xmart OS 5.0 智能操作系统 基于 QUADCOM 的 SNAPDRAGON SA8155P 的芯片 支持多传感互动和远程车辆控制 14.96 英寸的高分辨率中控屏 还有它的 10.2 英寸的数字仪表盘位驾驶者 提供了直观的互动体验 语音助手则通过互动式头像和人性化的语音 质量增强了用户的使用感受 Xpeng G6 的推出标记着 Xpeng 品牌 正式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这款车无疑会在市场上掀起一股 EV SUV 的热潮 当前 G6 的 580 版本预计售价165,000 起跳 还有这个 755 Pro 的版本预计售价185,000 起跳 这辆车会给你 5 年或者 12 万公里的 warranty 还有它的电池是给你一个半年或者 16 万公里的 warranty 这款车不仅代表了 Xpeng 在智能车市场里面的领域 占据一个重要的领先地位 也为马来西亚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加环保和智能的 EV 选择 第五则新闻 Toyota Alfa 推出一款入门版的车型 预计售价450 万日元 为了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Toyota 就推出这款入门版的 Alfa 了 然后如果你是那种有一个 budget 但是又想要有一辆大辆的车 Alfa 呢 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听讲这个入门版的车型会有两个 variant 分别是 3.5L V6 的 engine 或者 2.5L 的 hybrid engine 以保证其动力性能还有燃油的经济性 同时新车型还会配备最新的 Toyota Safety Sense 系统 确保乘客的安全 在它外观的方面 新款入门版的 Alfa 就延续了它的标志性豪华的外观设计 但会在某些细节上有一点简单化 以降低它的成本制造 类似方面 新车依然会保持 Alfa 一贯的舒适性还有豪华感 座椅采用高质量的 material 所以仪表盘还有中控平台都会配备比较简单 还有实用的科技配置 在这款新款的入门版 Alfa 的推出过后 显然是 Toyota 广大它的市场的分额的重要策略之一 在高端 MPV 市场之中 Alfa 一直和 Honda 的 Odessy 日产的 Algram 等车型 进行一个激烈的斗争 通过推出售价更清明的入门版 Alfa Toyota 希望会进一步的巩固在这一个市场里面的领导地位 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 Alfa 豪华配置的消费者来讲 这款入门版的 Alfa 可能会简单了一点 对于那些追求性价比的家庭用物 或者需要兼顾商务还有家用的消费者来讲 这款入门版的 Alfa 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最后这辆 Toyota Alfa 的入门版车型 凭借着它合理的售价还有不俗的配置 必将在市场上引起新一轮的购买热潮 对于那些一直想要买 Alfa 却又不知道怎样买 又不够budget 的消费者来讲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OK 以上就是本期360 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还有follow我 还有Automarchi 的 IG Tiktok 小红书 我是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